你说 老板你这样都听得懂 那必须的 你知道最近台湾不是有一个 新闻吵得非常凶 对没错 就是我刚刚学的那个 我刚刚学的猴子还是猩猩 应该是猩猩啦 应该是猴子吧 反正猩猩跟猴子 我其实觉得差不多啦 反正都是林长类嘛 对我这个人其实对 这种生物啊 比较没有 比较有点 没道德一点 就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新闻 我就现在想说 怎么会 有猴子 不是猴子 废废 怎么会有废废 成为一个 所有新闻焦点的一个道理 我觉得我们要先 跟大家科普一下 究竟台湾最近发生什么事 就我们都知道嘛 最近很重要的两件事情 就是马英九访大陆 跟那个蔡英文 出访这个中南美洲 那我们都觉得 很重要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台湾岛内 还有另外一件 很大的新闻 你知道这个新闻 大概已经 这个占据新闻 媒体已经 应该有一个礼拜了 已经很久了 就为了这个 抓捕 废废 因为有一个 有一次废废 不知道是谁养的 就跑出来了 之前说是六福村啊 或者说动物园啊 反正就是不知道是谁养的 那后来在前几天呢 好不容易在一个民宅里面 就是抓到废废 但结果没有想到 在抓捕的过程当中 有一名猎人呢 就是开枪打了这个废废 那后来废废呢 因为很多原因 他们很多人现在在讲说 是因为这个农业局的人员 抓到之后呢 先摆拍 延误了废废的救治时间 所以造成了这个废废 最后失血过多 伤众不治身亡了 对 然后所以呢 这件事情就引起了 这个舆论上面的 轩然大波 那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农业局的 这些公务人员们 他们就拿着花 然后对这个废废呢 献花 然后呢 还这些 这个农业局的 这些公务人员呢 还对废废鞠躬 然后场面哀戚 这是 没有错 大家都认为说 一条生命就这样子 因为人为的疏失 而消失了 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对的 可见在这当中 无论从追捕的过程 或者是说 最后因为有这个 有猎人出来用枪射杀 那这当中出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环当中 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被检讨的 但是有需要到 这个农业局的局长 带头对这个废废鞠躬吗 这个是台湾现在岛内 很多舆论 大家都在吵的 就是到底现在是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做修演做的太满了 我觉得是因为啦 就一开始他们的态度 引起了众怒 会觉得说 你今天好歹是个生命 结果你们居然还在摆拍 然后只有这个 这个废废走了 然后你们 造成了整个 这个网友的愤怒嘛 然后他看到这个 舆论渲染起来之后呢 大家为了要去压抑这个舆论 就要让那个 消缓民众的愤怒 所以呢 他们的方式就是 他们有鞠躬 然后献花 希望这个 得到民众的这个量级 但是就会有更多的民众认为说 你这就 就像你讲的嘛 你这是不是做过头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有点 就是我对这种生命 稍微比较 没有道德观一点 所以我听说这个沸沸是被风光大帐 就是有一个黑黑的架子 然后上面放一个白布 然后一队人在那边 就是给他一点 就是鞠躬嘛 就是想到鞠躬 就是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 你知道吗 就前一阵子有一张照片 我等一下 这边我到时候放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马英九 对孙中山去鞠躬的那个画面 不知道我想到这个画面 难道这个沸沸的等级跟孙中山是一个等级吗 不可能吧 当然不可能 而且这样子也很奇怪啦 因为孙中山终归他是创建了中华民国嘛 他这个过去呢 他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后呢 创建了中华民国 那时候他提出的那个口号叫做 驱逐达鲁恢复中华 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嘛 那所以其实孙中山的地位 那肯定跟沸沸不是一个量级的 那个完全是不同的地位程度 但所以这就是我刚讲嘛 大家开始认为说 你们这些官员们作秀作过头 怎么会去跟沸沸鞠躬 而且你知道最扯的是什么 台湾现在的这个监察院 要出来去针对这件事情要做 这叫弹劾吗 还是做调查 就是要针对事情呢 要开始调查说 这当中呢 有没有公务人员有问题的 你不觉得这个 这整个社会资源的消耗 就是很荒谬 就是明明就有更多 我觉得更值得去消耗这些资源 但一个生命当然是一个生命 但对我来说就是 一个生命逝去 你不会 如果我哪天死了 也不会有人来拜我啊 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理你 对啊 就也不会有人对我风光大仗 就是你说一个 沸沸死掉了 然后有这么多社会资源进入 你不把这些社会资源拿去 扶持一下我们的一些 老弱病残 对不对 就很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有点偏差了 我觉得是因为沸沸这件事情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你知道其实在沸沸逃亡的这段时间 就是所有的台湾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沸沸在哪里啊 沸沸现在在哪里出没啊 那遇到沸沸要怎么办啊 那这个沸沸究竟是属于谁的啊 为什么六福村有这么多只沸沸啊 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原因很简单嘛 因为沸沸逃跑这件事情太稀有了 所以呢很多民众就在关注这件事 那媒体呢就发现到说他有流量 然后大家就会很认真地开始去讨论沸沸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 今天沸沸这个最后被猎人射杀之后 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 就是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媒体的这个注意 让整件事情莫名其妙 就像你刚讲的洛杰是你或者是我 因为我们没那么重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人也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因为有媒体的关注 大家就会开始说 我们现在开始要检讨啊要干嘛 就是我们花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在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被关注的 其实不应该是说是谁射杀了沸沸 或者是说当中什么问题 而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究竟我们整个公务系统当中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会一件事情扯了这么久 然后到底现在是谁叫猎人射杀呢 然后都不知道 现在是所有版本都出现了 猎人有猎人版本 六福村有六福村的版本 农业局有农业局的版本 各自有各自的版本 然后现在找不到真正决定的人是谁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我们整个系统是出了大问题 我们应该花时间去检讨这件事 但我们却在开始就是 大家看到嘛 公务人员对沸沸鞠躬 监察院要开始要做调查 什么什么的 就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要把资源浪费在这种地方呢 这就是他们那个整个流程的 SOP整个就很有问题 如果SOP是一个很标准化的流程的话 那势必你要去追查这些东西都超级容易 对啊 你会知道嘛 今天这个事情应该谁要管 比如说是农业局要管 或者是今天是属于新竹市 还是新竹县 或者是桃园市 就是究竟谁要负责任 就是大家就会知道嘛 这应该归谁管辖 结果现在就会发现到说 大家都挑进来了 然后发现说没有主管机关了 然后现在大家所有人都要背锅了 那到底什么问题 没有人知道啊 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高鸿安新竹市市长 是 就是他很莫名其妙 我自己觉得他莫名其妙被捡进来 到底干他屁事 因为他是新竹市市长 就是你不觉得这种 每次我都觉得媒体这个东西很 很会操弄人 就是你根本 其实他是新竹市市长 难道他会 就因为一个废费死掉 然后他要去负这个权责吗 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上纲嘛 就是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件事情 原因因为这个 你这个长官管理不力 那为什么长官管理不力 因为你懈怠 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上推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火为什么会一路烧到这个地方 其实不是只有废费这件事情 其实在过去台湾已经发生过太多次 就是只要你不是这个民进党籍的 只要发生一件小事 像之前八八风灾的时候 或者是像很多这个台湾发事情的时候 你只要不是民进党籍的这些官员们 你们他们都会被救责 然后你就莫名其妙想说 这跟他什么关系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 这背后还有很多 可以政治操作的东西的成分在这当中嘛 如果照这个逻辑去讲的话 那如果这样无限上纲 那蔡英文要不要说来道歉 确实 一路往上推对不对 就应该蔡英文要出来道歉 那出来道歉 你去带这个风向 我觉得民进党蛮酷的一个地方是 他们懂操弄这个媒体的部分 但就是操弄媒体的部分 我就觉得我算是比较明眼人 讲白了就是明眼人 就我看到就觉得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看到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那照这个逻辑讲的话 蔡英文你就给我出来 其实对了 按照你这个逻辑来推的话 确实是应该要一路往上推 但是大家就会认为说 这是新竹发生的事情 新竹是市长要负责 或者是谁要出来负责 但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就我们刚讲的 到底今天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怎么会一个废废逃脱 然后三个县市都扯进来 然后到底究竟是谁要负责任 然后完全没人知道 那为什么最终会有这个猎人 带着猎枪到现场 去射杀废废 这也很奇怪 因为你要抓一支废废 你用麻醉枪就好了 为何要带猎枪 是谁把猎人找来的 现在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莫名其妙 就会看到 我觉得不是负责 已经是推诿射责的状态 所以你就会看到 就是最后 相信我了 最后吵一吵 又不了了之 然后这件事情 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发生一次 我觉得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 就是有一个人快点出来 认认真真的去扛责任 这个责任终究要有一个人扛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 你快点出来扛一扛 然后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把这个SOP 之后如果真的再发生这件事情 快点把它规定下来 如何去处理 就是这才是正确的一个道路 你在那边吵架 然后说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他的错 道歉对不起 猴子死掉了 可怜 没有意义 就是我们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想办法解决 那解决以后 然后我们再去做检讨的动作 但问题是他们现在不解决 整天在吵架 就是因为没有人想出来扛责任 大家都觉得不干我的事 都觉得我没有错 跟我什么关系 所以就会变成是 大家都在推卸责任 那你说因为大家都在推卸 大家都在找犯人 那谁会去认真 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觉得应该认真 检讨背后的问题 他哪个管理有问题 这个沸沸怎么来的 为什么沸沸可以在外面 跑了那么多天 那为什么那个猎人 会被通知要带枪去 不是应该用那个 那个那个这种麻醉枪 麻醉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当中有太多的环节有问题了 可是现在没有人有心思 去检讨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在找犯人 那如果大家都在找犯人的心态的话 大家的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不要当那个犯人 就不会有人去解决问题了 嗯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落幕 就是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一界三连哦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